大家好,我是G0V NEWS的特兒記者林冠婷 然後我們是一個以G0V為名字的新聞平台 所以說我們最主要的業務就是做特技周報 我們每個禮拜會有一個欺騙的新聞 然後就是有關世界各地的公民科技的新聞 開放資料的新聞或者是數位人權的新聞 所以我們另外有做一些專題 比如說轉名正義在好像中英經濟堂的專程 或者是故公開放資料等等 那就是歡迎大家來我們的網站看 那現在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有三樣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有一個新的網站 因為我們認為網站在medium上面 然後那medium就是像弗洛格一樣 就是很好架,可是要維護什麼彈性比較小 所以我們希望有一個自己的新網站 那另外的話就是我們會 因為科技周報就是每個禮拜一次它很固定 所以然後大家就是可以透過這個機會 就是很快速的吸取信息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寄出電子報 讓大家來收到這些資訊 那但是我們現在電子報就是還沒有確定說 到底要怎麼做 然後我們形式怎麼樣 這樣子 所以說我們接下來計劃 然後還有另外就是社群媒體 就是我們比如說我們有粉絲專業啊 然後或者是其他一些關道 然後我們希望可以在這個地方加強 讓更多人可以接收到我們的資訊 那所以我們接下來我們會開始就是 比較密集的去運作這些計劃 那我們就需要社群社群大家的意見 然後那我們現在能想到的方式就是 從Stack 就是在Stack的那個news頻道上面找到我們 然後大家就可以一起聊聊 或者是寄email給我錢包裡面用 那我今天也有在現場 就是歡迎大家來跟我們分享 那還有其他的方式 就比如說像電子報 我記得阿端他也有在Stack上面就是 在徵求那個寫爬蟲 然後來爬我們的medium上面的資訊 然後把它做成電子報 那好像會有點酬勞 也歡迎大家毛遂之見一下 對 那這就是G0VNews現在想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